我看他们挺可怜的,这夜正深,气温下降,蹲在那里也冷,便想请他过来喝杯温酒,再者,我略懂医术,可以帮他的孩子看一看。 小二脸上抑着笑容。 公子,您心真好,我这就去嫁人请过来。 小二这才往那角落走,抱着孩子蹲坐在角落的年轻妇人,听见小二的话后,有些惊疑,看向那边桌边坐着的轻衣少年,见对方虽是男子,但毕竟只是少年,于是这才起身跟着小二往那边走。 公子,坐吧,喝杯酒,暖暖身子。 多谢公子。 年轻妇人这才小心翼翼地在桌边坐下,一手抱着孩子,一手端起酒喝,因为喝得太大口,不小心被呛了一下。 妇人连忙放下手中的酒杯,一手扮演口轻壳,一口酒下肚,只感觉火辣辣一片,原本冰冷的身体也渐渐暖和起来。 妇人,她不禁心生感激,小妇人多谢公子了,把你孩子的手拿出来,我帮她拔把脉。 妇人一听,只是迟疑了一下,便将包着孩子的外层衣服拉低,放久手指搭上孩子的脉搏,简单地检查了一下。 这是金翁之症,问题不大,我的医术还可以,你可要让我一试。 妇人听了微证,一时间抱着孩子的手紧了紧,让她一试,让眼前这少年一试,她真的懂医术吗? 若是试出什么问题来,怎么办? 心下虽担心,但又想,这少年心肠这么好,也许她应该相信她一回。 公子,想怎么试呢?有没有危险的,那些针是要刺哪里的?一定要用到那些银针吗?孩子这么小,我担心。 我可不是随便帮人医治的,只不过是正好看到你抱着孩子,蹲坐在那里。 你这孩子又这么小,才想着帮你一把,随便,你若是不愿意,我也不勉强。 不不不不,公子失心善心,小夫人十分感激,只是不知公子可否说说小儿的详细病症。 金风之症,又叫做经济之症。 得了这种病的人,通体冰凉,急剧寒冷,偶尔会伴有微微抽搐的动作。 夜间熟睡时,病人偶尔会猛然惊醒,心跳加速无法入睡。 若医治不及时,轻者…… 小小少年,也在这里学人行医,你出师了吗?有医者徽章。 你当时谁都有本事行医的,还想拿这孩子当试验,好歹多的心思。 一名中年男子朝凤九瞥了一眼。 凤九眉头微条,朝那人看了一眼,似笑非笑。 而那小夫人听见这话,又听见那一中年男子胸前别着的衣尸徽章,不由抱着孩子倒退了几步,有些警惕地看着凤九。